阿翰的声音 加油 加油 阿翰的声音 其实我来之前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她说人生就好像一场难球比赛 你只要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奋斗 无论结果如何 赢得就是一份光荣 我在这个营跟大家就是学到这个道理 那我也特别想感谢创造营 可以让我来让人认识一百个兄弟 尤其是我有三个人特别想跟他们说 马老师在我们牡丹江训练的时候 你带给我的不只是人生道理那么简单 一种青春和快乐 是我遇生人都不会忘记 那第二个我想说话的人就是路四航 我青银的时候就是 他就是我第一个跟他说话说的比较流畅一点 因为我们可能都是用粤语会比较容易沟通一点 他就好像当我是小弟弟一样 就有啥事都会照顾一下我对 非常难忘确实是 然后最后我想跟张颜奇说 我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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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激动 我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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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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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天我真是 谢谢各位 谢谢创造零 谢谢 太好了